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Cats Love 歡迎來到我的安家頻道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了 是不是很性感呢? 剛剛去完旅行回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些 和小朋友一起去旅行 整個過程中都河東思考的感覺 今天就是1月3日 我相信這條片出街之後 應該都是這個星期五 很多朋友已經開始私信我 就問我上個月12月市場究竟是怎樣 因為有很多買家都打算入市 所以亦想知道12月份究竟市場是怎樣 在今天這個影片裡面 我就和大家等一會 先拜個連線 先祝大家新的一年 身體健康最重要 然後事事如意 做生意的朋友就是 生意興隆 言歸正主 就來講這個 12月份過去的樓市 我看到的是我的感受 12月份究竟發生了些什麼事 大家知道溫哥華 真是70年 五逢一遇的大雪 一場接一場 我在度假的時候 我就收到一些朋友 再來發給我的相片 這個雪就來到50厘米 來到這裡 還有很多人 也都是 我們原本有新屋上市 是原定的open house 都cancel了 因為那天的早上 很多人打電話來 路貨不好 我們要cancel 所以就變成有兩個open house 都是cancel 在這個12月期間 雖然它是要下雪 也都不阻擋買家 現在就是看屋的熱情 我就知道 如果在這些惡劣的天氣裡面 你都仍然想看屋 我知道你一定是真愛 所以我們的團隊 只要你是想看 我們都是每一個的show 我們都盡量去accommodate 看回12月份 12月份 我們就賣了兩間的condo 這些condo 都有什麼特點呢 賣了其中一間 就是在UBC 我們開價就是69.9元 整個UBC 我們就已經是最便宜的了 另外一間 就是在Richmond的white house 走去Skytrain 都很近的一間 兩房的公寓 價錢就是71.9元 開價的 最後也是賣了 這兩個有什麼特點呢 都是江衰的買家 今天的report 平時大家看到我 每個月說report的時候 都是坐定定在辦公室 今天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賣了其中的一間condo 一房一次 然後有parking有locker 有一個大花園的UBC的一房 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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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魅力 公司 市場 都不是 家人 家人 都不得了 很離證 不太 但是 但 我們 都不得了 我 在这个12月期间 我感受到的市场情况是怎样呢 只要你是价格合理 市场上仍有很多刚需买家 很多人说利息有升 然后对刚需买家会否再看定 其实如果你们现在去银行贷款 你就会感受到 你这个variable rate 是会高过fixed rate 换言之,如果你是选择1年、2年、3年、4年、5年 都比现在variable的要便宜 它亦可以帮你银行贷款 即是你pre approval 时就可以银行贷款 是5点多 比市场上的variable 还不便宜 所以如果有很多刚需买家 银行贷款之后 通常有4个月便要买到自己想要的房子 否则这个pre approval便会过期 所以我们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 我感受到刚需买家仍然是入场的 只要你是价格合理 你亦会吸引到很多买家来看房子 你就要不断地follow up,follow back,follow through 就是你要去问每一个客人 就是说他们的feedback是什么 要鼓励他们去下一个offer 那你才会收到offer 就不像这个市场好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不需要去follow up 那些offer都会传给你 买家的经纪会主动去approach你 就是说他的客人可能会打算offer 很多朋友都问我了 就是未来对温高华的房地产市场 有什么看法 大家都知道未来很多金融机构都预测 就是说今年还会有两次活慢的加息 就是一月份会有一次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温高华的楼市 不会有很germatic的变化 可能反而因为它加息 有些房子会是向下调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上一年 连续加了这么多次息之后 有很多人已经是收到银行的这个信了 就是说他要增加这个月供了 再是加多一点的话 可能有些人就已经是吃不消 就是可能要把他手上的物业 就是要埋了它 可能他现金流不够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是多些人放出来的话 反而这个市场有某一类型的房子 就反而是会向下调的 就是要看一下 这一类型的房主是否能保住 他自己手上的房子 但是我觉得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有益就会有机的 对于投资者来说 如果是有这些hold不住的买家 他放出来的时候 一定是急钱用 那投资者其实不妨在这段时间 可以提早去做了银行的pay approval 准备好些钱 如果是这些机会来到的时候 说不定 你也可以有意外的收获 对于刚需的买家来说 12月份是传统销售的淡季来的 因为所有的节日 即是Christmas 接近New Year 很多人都放了假 很多盘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上 买家已经是out of town去旅行 在这个传统的销售淡季里面 我们都是卖了有两套condo 即是说刚需的买家 依然都在这个市场里面 condo 两房八十万以下 一房五十多万六十万以下的condo townhouse 一百万左右 如果是屋的话 就是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左右的区间 如果是西区的话 就是三百万以下的独立屋 这些都是属于刚需的买家 正在看的楼 如果你也是在这个category里面 而你也是做了pre approval的话 其实你也是可以持有时间去看的 对于是想买楼的朋友 就也是好像我之前前几集的建议 除非你现在是必须要买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你可以继续多一年的话 我也是建议卖家继续多长一点的时间 让市场活暖 那你才卖的 但是如果你要换房子的话 这两者之间的换房子的金额差距 反而是比之前的市况 换房子的差价是缩小了 所以这个市场对换房子的朋友 也是非常之适合的 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你是刚需的买家 其实你过来你是要租屋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温哥华租屋的成本是不便宜的 那就是租金已经升了很多 就算是现在winter 比之前summer的时候 9月份 8月份的时候是便宜了 但是依然比上一年的时候 也是贵了不少的 这一部分的刚需的朋友 如果你是已经准备好你的贷款 又或者你是已经准备去买的话 其实现在你就可以是入手的了 这几类型的买家之外 还有就是租屋的那些刚需的朋友 如果你是准备好手期 亦都是计算自己的还款能力 是可以的话 其实这段时间 你亦都是不妨去看看市场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租屋也是一个不少的费用 亦都是成本 但是如果你用这一笔钱 是用来供屋的话 就起码你这一笔钱 还是投入回你自己的房屋里面 但是如果你租屋租几年的话 那这些钱就完全是花费了 那投资的朋友 也有很多朋友就问了 就是说我要买些什么的投资物业呢 UBC这一间的condo上市之后 其实我也收到很多投资的朋友去问我 就是说究竟UBC值不值得去投资呢 因为它现在的condo的价钱 有些跟外面就差不多了 UBC属于一个很niche的市场 因为有很多人买在UBC 就方便子女就是这个读书 上学 然后为了它有个好校区 如果你也是有这个 purpose的话 其实它就比较适合你们 那你计算一下 因为如果你的子女在这里读书 读四年 保守估计都要是12万 如果你是买了这间condo的话 那你这间condo就算是四年之后 你同样的价格卖出去 那你都赚了这个租金 但是如果呢 纯粹是想着买这个UBC 拿来投资 没有你个人的需求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要三思了 以我过往在UBC做买和卖的经验 就是UBC其实是易买难卖的 那它的增长也是比较平稳 就是不会是有很大的增长 是因为它是99年的租借地 那它也是有特定的人群 那它才是去买UBC这个楼 那当然也是要看你的入手价 这是非常之重要 说起99年的租借地 如果有疑问 又或者对这方面想了解更多的朋友 亦都可以留言下方 那我亦都会解答你们的问题 如果留言足够多的话 那我亦都会开一期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租借地和这个freehold 是有些什么区别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有特定的需要 一定要在UBC买楼的话 那我的建议就是买单价比较低的condo 将来就会比较容易出售一点 因为很多人的condo都是作为过渡的 很多买家来UBC看的时候 都会选择单价比较低的unit 将来就是想着四年之后你的子女 读完书 那你不想买 继续保持这个unit 继续出租的话 那这个租金的回报 和租客的数据 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在UBC的校园 那投资者来说 在这段时间 我亦都是 好像我之前在影片跟大家说 有危先有机 在这段时间 亦都要是准备这个资金 等到机会来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抓到的opportunity 今期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是对大温地区 房地产市场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可以留言下方 又或者可以WeChat WhatsApp 我 如果你觉得我今期的这条影片 是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频道的话 记得Subscribe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